小朋友们,今天我们再来学习首歌谣 这首歌谣呢,是关于一个你们非常喜欢的小动物 那我呢,先来描述一下这个小动物 你们猜一猜,这个小动物是谁 小小的身体,白白的毛,长长的耳朵 红眼睛,三瓣嘴 爱吃萝卜,爱吃菜 蹦蹦跳跳,真可爱 这是什么小动物啊,有没有猜出来 对了,这个就是小白兔 那我们今天呢,来学习一首关于小白兔的歌谣 一棵树,一个洞 一只小白兔 小白兔真有趣 两只耳朵,搭拉着 嗯,向下垂,就是搭拉着 风而吹,草而动 小兔的耳朵,翘起来了 一头钻进了树洞里 好,那我们再来一次 嗯,你的一个胳膊伸直 它就是一棵大树 然后是胳膊弯起来 有一个圈 这就是一个洞 小兔子 把两个手 两个手指头 放上面 像两个小兔子的耳朵 然后我说小兔子的耳朵搭拉着 那我们把小兔子就放下来 嗯,然后我说 风而吹,草而动 那我们身体就摇一摇 随着风摇,左右摇摆 小兔子耳朵翘起来 嗯,然后我们的两个手指头 又往上翘 兔子一头钻进了树洞里 我这只手呢 就代表一个兔子 钻进了树洞里 那我们再来一次 一棵树 一个洞 一个小白兔 小白兔真有趣 两只耳朵搭拉着 风而吹 草而动 小兔的耳朵翘起来 一下钻进了树洞里 小朋友们学会了吗 那我们今天就学到这里 下次见 拜拜 拜拜